同学们大家好 上节课呢我们整体的功能已经开发完毕了 那这节课我们对代码再做一些优化 同时给大家讲解一些TypeScript带来的一些新的想法 那打开我们的编辑器啊 找到frontend project进入我们的home这个组件 在这里面呢我们定义了一个叫做LanData 这样的一个interface 实际上LanData需不需要我们自己定义呢 大家想那么在TypeScript里面往下去翻 我们呢要用这个result result每一项呢它都是一个LanData的类型 那么其实我们用的是eChars这个酷 那么像这种line线所对应的数据类型 其实它内部呢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那我们呢可以到里面去找一找 我怎么找呢我再import随便写一点啊 from eCharts 然后点到eCharts里面去 找到叫做之前我们用到的叫Options对吧 那我们找一找 叫eChartsOption 然后我们点击进入它啊 它会让我们跳到这个文件 eChartsOption 那往下去翻Title Legend都有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字段叫什么呢 我们往下翻一翻 叫Series对吧 大家稍等啊 在这看一下Series对应的是result 那我们去找一下Series 可能会比较长 大家可以自己啊去搜一下Series 帽号啊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 嗯在这儿 那它的类型呢是一个T Series的一个数组 那我们再看T Series在哪儿 它呢其实等于eChartsOptions.Series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Series 我们点开eChartsOptions.Series来看啊 它里面会有这些具体的内容 OK 那这个东西其实应该就包含了 我们想要的Line的一些信息 我们没必要自己去写了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搞呢 我可以把之前我们写的这个LineData的interface 给它干掉 当你干掉了之后呢 它会报错的 首先呢这个eCharts我先干掉 我们找下面这块 它会说你LineData有问题 那现在我也不用LineData了 我直接用什么呀 我直接用刚才说的eCharts.EChartsOptions.Series 对吧 OK 你这么去写就行了 OK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到浏览器上看一下 能不能正确的跑起来 它会说跑不起来 我们看一下控制胎 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NPM Start这个命令 好 它边启动着我们干一点其他的事情啊 我们找到前段的代码 我把这块的东西都收起来 现在前后端一起写呢 可能文件有点多啊 大家仔细来看慢慢的跟 打开 login吧 login比较简单啊 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通过Axis发送请求 拿到请求之后呢 我要通过res.data.data 然后才能把数据拿出来 我觉得这样写会稍微有点麻烦 所以我呢可以在src目录下去创建一个叫做request.ts这样的一个文件 对Axis做一层包装 那么我们importAxis fromAxis 然后const instance 等于 axis.create 我们创建一个axis对应的实例 那这里可以传一系列的参数 比如说baseURL 我们可以让它等于一个根路径 也就是 这个实例请求远程地址的时候 它的根路径是反斜杠 这么去写就行 那instance上面其实我可以调这个interceptors.response.use 去使用一个中间件 它第一个参数呢是 如果请求成功啊 怎么去处理 它会接受一个response 那么我可以怎么做啊 return response.data ok 然后呢 我再去export default啊 instance ok 其实我是对Axis做了一个封装 封装呢 其实只干了一件事 就是让它返回数据的时候啊 不用每次都掉response.data.data了 在这层已经返回response.data了 所以呢 你在用它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写法 我们在login.tsx里面就不使用axis了 我们使用刚才生成的这个实例 我们import request from当前目录下的 上一层目录 再上一层目录下的 request这个文件 然后呢 我通过request.post去请求 请求过后呢 我们也不用去res.data.data了 我直接const data等于res ok 然后 或者说 costdata等于res.data 后面为了我们方便去写类型啊 那如果data存在 就设为tru 这样写就可以了 它会少一点代码啊 然后同理 其他的几个rx请求相关的内容 我们也改一改 找到home下面的index.tsx 我们也是不用access了 我们import request from 上一层目录 这块写错了 ok 再上一层目录 下面的request这个文件 一个格来改 首先 request.get 获取到res之后 那这块呢 const.data 等于res.data就行了 不用写两层啊 然后如果 data不存在 那么就怎么做 ok 这块就改完了 同理呢 下面我们也改一下request.get thenres 然后我们一样的 const.data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如果存在呢 我让data就等于data保存 ok 再往下翻 这块也改称 request res const.data 等于res.data 这块呢 直接写data就可以了 没问题啊 下面也是一样的 res 然后把这段代码呀 拿过来 如果 data存在 那就做什么 否则的话就退出啊 ok 这块我们就改完了 改完之后我们看一下 到浏览器上我们刷新 ok 点击退出 没问题啊 输入333 登录 不行 123登录 成功 然后呢 我们patch一次 现在是1月27号 对吧 patch 再刷新 ok 1月27号 现在是12点33分 没问题啊 整个功能还是好用的 那为什么要改造呢 是因为改造了之后 大家随便打开一个文件 比如说login下面的index.tsx这个文件 你看一下获取到的这个data 这个data的类型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啊 它是一个ending对应的类型 也就是说 后端返回的数据类型 现在我是不知道的 那其实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就是一个boolean的类型 对不对 ok 然后 那么在这块 后面这块也是一样的 我们还要去把这些data的类型都加上 这块它也是一个 boolean类型 保存 再往下看 这块呢 我们会去得到收data这块的数据 然后把它放到state里面 对应的data里面 其实这个data的类型 我们可以显示的去生命一下 它和谁的类型一样呢 它和state里面 data的类型是一样的 所以我可以 定一个interface 叫data structure 这里面呢 我把它写到这里 然后这块 我用这个data structure 保存一下 然后下面这块 我们说这个data的类型 也是一个data structure 这样的一个类型 ok没问题啊 我们再往下看 还有一个获取get data 就patch的这样的一个接口 它的返回类型 也是一个boolean类型 那你写成 不定就可以了 当我们对前端的代码 获取到的内容啊 统一加了一个数据结构 或者说统一加了 这样的一个 类型注解之后呢 我们未来再去看 这些代码的时候 就会清晰一点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data 就知道它的类型 是一个boolean类型 对吧 那看起来会更清晰 前端应该这么写呢 同样后端 是不是返回结果的时候 也应该把结果的类型 给声明一下 但是我们看一下 后端的代码啊 我们找到logincontroller 在这块呢 我们看一下这些接口 比如说islogin 它返回的内容是什么呀 它返回的内容是 get response data 传入之后返回的结果 我可以在这儿 定一个result 等于 它 然后把result放在这里 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result 它的类型 它的类型是一个result的类型 是因为get response data 这个方法 它返回的内容 是一个这样的result的类型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result的类型啊 它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data类型 大家可以看 是一个any类型 那么 就有点麻烦了 也就是说 我到底返回什么 它的数据结构 和这个具体的类型 我是一个any 是没法精确到 到底你返回什么的 只是一个特别fun的一个类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用一个fun型 这块result呢 它返回的内容 应该是一个t啊 我们让data的类型是t 同样的 我们说 我这块啊 也加一个fun型 也就是说 你掉这个方法的时候 你要传一个fun型进来 那你传这个fun型 你返回的数据呢 就应该是这个fun型 这块都会报一个错 我们看为什么 OK result这块 我们要把t也传进去 这么去写 可能看起来有点绕 但是大家要尝试去理解 那result里面 到底data是什么 是向外部告诉我的 怎么告诉我呢 是我调用 get response data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的data的类型 是一个t这样的范性 然后再传递给result 那result就知道 你要返回的类型 是什么了 当我去这么写了 一个方法之后 get response data 它的用法就不是 之前我们能去使用了 回到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要把一个范性传进去 这块范性具体传什么呢 其实我们应该传一个 boolean的类型 为什么呀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写成boolean 然后告诉大家 它的逻辑是怎么走的 首先你掉用get response data的时候 传了一个boolean的范性进来 那么utile这块 它就能接收到 你这个t是一个boolean类型 那你返回的这个data 大家看 它其实应该是一个什么 这么去返回的 对不对 那你data的类型 其实现在也就是你传的 这个boolean类型 OK 再来看 那么你给result 传的这个t 是不是也是boole 这就意味着 你返回的内容 data是一个boole类型的东西 好 所以这么去写它 保存一下 我们再把鼠标放到result 你会看到 它说我会返回一个结果 结果呢 其实data就是一个boolean的类型 我们再往下看 这块也是一样 对不对 那掉get response data的时候 我们这块也传一个boolean 这块也是一样的 这块呢 也是一个boolean 都是boolean啊 好 再往下看 这块也是一个boolean类型 因为这块我们的接口呢 没有特别复杂 都是一个true false这样的接口 OK 改写完成了 我们再来看 crawler controller这块的内容 那crawler controller呢 这里面会有一个get data 它返回的结果 也是一个什么呀 也是一个true false的结果 所以这块呢 你也加一个boolean就可以了 告诉它 我返回的内容呢 data是一个boolean类型 好 下面这块呢 也填一个boolean 但是 大家来看啊 你show data返回的内容 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这块呢 就是要自己去定义了 show data 之前我们在前端里面 去写过这块的代码 我们找到home这块的代码 进入前端项目 data structure 这个东西 我们写在这儿啊 一样要把刚才的这个 data structure拿过来 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到后端代码的这种顶部 你看写在哪比较合适啊 写在这儿 那同样的 你后端呢 也要有一个cost item 所以我把前端之前写的这个类型 还要拿到后端这块 复制一份 放到这里 然后意思就是 我的每一个刻 它应该包含string和count 那data structure呢 是一个对象里面呢 不同的k值对应的是一个cost item的数组 这是我要返回给前端的一个数据结构 或者说数据类型 那么在这块 你应该加一个 这样的一个范性进去 那我们把鼠标放上去 它就会知道啊 当我去调用show data的时候 那返回的结果应该长什么样子呢 应该长成error message是一个string类型 或者undefined 然后data呢 是一个data structure这样的类型 看起来我们就知道了 后端要返回具体的数据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写到这儿不知道 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啊 实际上前端代码和后端代码 返回的数据 是对后端代码来说的 它要有自己的一个类型 而对前端来说呢 我获取到的数据 也是要知道 我获取到的数据 是什么样的类型的 那也就是说 接口返回的类型 或者接口返回的数据 不仅是前端要知道它的类型 后端也要知道它的类型 而且这个数据类型 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呢 我们会把这种数据类型 在前端的代码里面 也写了一份 比如说在这儿 data structure 而在后端的代码里面 我们也去写了 同样一份这样的类型 其实它是有些冗余的 那下节课呢 我会给大家讲 我们可以怎么做 通过这种 类型定义文件 解决前后端 定义接口 都要自己去写 类型的这样的一个 冗余性的问题 好 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大家加油 OK 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呢 我来给大家